香港作為國際大都市,正積極爭取與一帶一路完善國家開拓商機及旅遊市場。 這一政策不僅為香港的經濟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也對本地服務行業需要有更高的要求。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施政報告中提出的士車隊引入阿拉伯語資訊。 然而,這一建議及遭到了部分司機的反對,他們擔心學習阿拉伯語會增加負擔。 特區政府的本意絕非要求司機們精通阿拉伯語,而是希望業界能夠提供阿拉伯語的服務資訊,以便旅客能夠更加方便地使用的士服務。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當局可以帶頭與各的士商會及業界合作,整合相關資訊。 設立實體版及網上版的外語包括阿拉伯語的服務指南。 這些指南可以放在車內,站頭及網站上,供遊客隨時查閱。 另外,當局可以建議車隊購入小巧的即時翻譯軟件工具方便司機即時與乘客溝通。 隨著科技的發展,特別是人工智能應用翻譯軟件。 其準確性和易用性已經得到了極大的提升。 這些工具可以幫助司機和乘客克服語言障礙。 不僅能提升服務質量,也能增強旅客對香港的好感度。 未來的士車隊化,也可以引入相關培訓。 包括語言培訓,服務禮儀培訓,以及應對突發情況的培訓等通過系統的培訓。 司機們可以更加熟練地掌握服務技能,為旅客提供更加優質的服務。 如果大家對這個議題有任何意見,可以留言告訴我們。再見!